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里主要讲的是职业移民 尤其是EB123的类别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排期 以及相关的讨论对应的策略 申请绿卡方面的计划和准备 那么首先排期情况 EB11优先类别 排期前进到了2017年的2月22号 比上一个月前进了两周时间 EB2类别包括NIW 排期前进到了2016年的1月1号 比上一次上一个月前进了三个月的时间 EB3类别排期前进到了2015年的7月8号 比上一个月只前进了一周的时间 关于什么是排期 为什么会有排期 EB123都有什么要求等等 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和文章就可以 对于EB5投资移民有两种情况 大家知道90%以上是通过区域中心的 这个需要国会拨款政府预算的法案 新通过了才行 这一方面目前排期还没有出来 这等于说没有任何进展 其他的即使出来了以后 可以参考其他的排期 目前也只到2014年的9月8号 比上个月也只前进了一周 大家知道来自中国的主申请人来办理投资移民的 就有大概8万左右的人以上还在等待 那么还有家属 总之来自中国有几十万人 出了几十万美元 现在还在等 然后等待的时间还只到2014年 前面EB123等等都比这个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 大家在美国留学工作等等这些人 应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lucky的 申请绿卡 有的人说我已经25岁了 28岁了 32岁了 申请绿卡对我还有没有意义 当然还是有意义的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中国有钱人 他这个判断不可能是都是错误的 对吧 他可能对生活工作机会等等方面 有更多的了解 对于大家有机会申请绿卡 还是应该积极申请 我们后面还会更详细的谈到 好 那么上面是排期的情况 进度 接下来根据这个数字 我们有什么总结和讨论呢 首先我们看到 1比1 结出人才类别和 1比2 包括IW 以及Porn 这个排期 进一步接近 现在只差一年零一个月左右 或者将近一年零两个月吧 总之一年多一点 比上一次又缩短了 差距 那么目前呢 估计如果你通过 1比1类别来办理绿卡 从提交I140申请到提交I485 或者呢 是办理移民签证的关键步骤 这一步呢 大概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从提交I140申请到拿到绿卡 大概要三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通过1比2类别呢 包括NIW或者雇主支持的 从提交I140到提交I485 大概三年左右的时间 从提交I140到拿到绿卡 大概要四年多的时间 此外呢 非常重要需要强调的一点呢 是大家看到呢 因为排期问题 在等待绿卡期间 这个身份还值得注意 你提交了I485以后 如果身在美国 你不用任何其他签证 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可以工作 可以旅行 有相关的EAD和Advanced Pro combo card 但是在提交I485以前 就是说排期排到你以前 即使I140批准了 如果要继续在美国生活工作 学习还需要保持相应的 合法移民身份 当前的签证身份 工作许可 和你将来的绿卡 这是两件事 都需要考虑到 所以呢 如果考虑到还要排期 一段时间才能到 那你要看相应的安排 这个签证身份 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在等待绿卡期间 对吧 生活还是一样过 马照跑 舞照跳 对吧 你这个呢 我觉得有一些职业移民吧 可能这个太注重 留在舒适区 所以一切都考虑好 是吧 我申请绿卡 十年以后 我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交税怎么办 是吧 然后几十年以后 我退休了 这个怎么安排 OK 你可以考虑这些事情 但是呢 不能因为对将来 太多的担心 而影响 当前的行动 计划没有变化快 有的时候呢 在这方面吧 有的所谓非法移民 无证移民 人家呢 可能有更多的 这个形式的勇气 先来了再说 先开始工作了 再说 对吧 再考虑到下一步 你不可能说呢 完全考虑周到 然后一直不采取行动 是吧 我们中国古话说叫 临渊献渝 不如退而截往 接下来呢 还有一点呢 要讲到的是 对于这个 Perm类别 雇主支持的绿卡 以及EB1B 同样要雇主支持 这些呢 在将来 拿到绿卡以前 我们知道 按照现在的规定 I485呢 还有一个J表的问题 这个J表 还要雇主签字 如果要具体了解呢 可以参加我们其他的视频 关于讲什么是这个J表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不管是Perm类别 还是EB1B类别 在拿到绿卡以前呢 可以说 还不能完全自主 因为你有一个 换工作的问题 然后换了工作以后 新的雇主 会不会同意 给你签这个J表的问题 即使雇主同意 那你新的这个职位 是否和过去的职位 算是完全相同 或者相似的职位 新的雇主本身 是否符合移民局的要求 到时候中间 如果有工作的gap呀 如果失去工作了呀 会怎么样 都要考虑 那么要考虑多久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排期的情况 那么如果从开始办绿卡 你可能要等待 两年半到四年的时间 才能换工作 否则的话呢 就要从头再来 重新办这些手续 当然你有可能 能够保持优先日期 但是呢 还要新雇主 各种方面都配合 才进 那么相应的呢 我们看到 这样雇主支持的绿卡 有这些限制 所以如果自主提交EB1A 或者NiW呢 就没有这些限制 还有一个重要的新闻呢 是大家知道 关于在国会两院的提案 关于移民改革 取消绿卡的国别配额 这方面呢 具体的情况 比较详细复杂一些 详细的讨论呢 大家可以参见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 长篇文章 做了非常详细的讨论 数字分析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预测啊 就是大家知道 为什么EB1要排期了 为什么前进缓慢 很多时候呢 并不是因为 杰出人才数量太多了 主要还是跨国公司的经理 数量太多了 EB1C类别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EB1嘛 共用这4万名额 那么过去几年里呢 根据有的网站 这个数字 跨国公司经理 使用的这个 绿卡名额 翻了几倍 为什么呢 因为前些年 印度排期时间很长 所以来自印度的申请人 要想各种办法呀 然后他要按照 跨国公司经理的类别 来申请 办L1 办EB1C 大部分名额都占了 这个事情还没有完 因为印度人排期还是很长 所以还有越来越多的人 办EB1C 另外还有更多的中国人加入 因为现在投资移民 要等的时间长 怎么办呢 越来越多的人考虑 说我改成在美国 开个公司 办L1 办EB1C 所以中国人 办理EB1C 占的名额也越来越多 那怎么解决呢 黑格尔说是吧 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绿卡的名额 本身有限制 我们希望美国国会 能够更改移民法 增加更多的绿卡名额 但是这个呢 不是完全我们 能够掌握 控制改变的 那个人能够控制的呢 那你尽早提交绿卡 同时考虑 适合自己的策略 从前面我们看到 现在EB1和NIW 排期呢 只差一年多一点 以后呢 因为EB1有这个 EB1C类别 所以呢 排期前进 可能还会比较缓慢 和NIW 和EB2 这个类别区别呢 不是那么大 所以呢 申请NIW 有更多的意义 好那上面呢 是这个总结和数据分析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一些建议 有几条建议 第一呢 前面已经说过了 如果你符合条件 应该早办NIW 早提交绿卡申请 当然同时呢 还要注意保持合法身份 我们见到呢 有的人联系我们 说他其实绿卡申请 已经批了 但是因为自己不注意 过去在美国的 合法身份丧失了 非常可惜 当然你可能 还有办法能够恢复 但是要麻烦很多 那么怎么保持 在美国的合法身份呢 你可以用H1B签证 可以用O签证 可以用J签证 可以用OPT 还可以用 比如说作为配偶的 Dependent签证 还有个别时候 有的时候用B签证 也许也都可以 或者你哪怕离开美国 你已经提交的绿卡申请 仍然有效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 有八大误区 怎样避免 具体来说 有的人说 我刚来美国 刚来三个月 是吧 五个月 是不是不能申请绿卡 没有关系 可以提交申请 提交I140 这个申请没有限制 有的说 我人在中国 是不是不能交绿卡 我要到美国才能办 也没有关系 我们有很多客户 是在中国提交申请 得到批准的 有的说 我现在还没有毕业 我在读博士 是不是还不能申请 也没有关系 我自己 就是在上学期间 提交的NIW申请 然后过后得到批准 纳到绿卡的 所以很多我们的客户 也有 有的人只有硕士学位 有的人有本科学位 但是呢 有几年工作经验 也都符合了NIW的要求 可以提交申请 得到批准的 有的比如在实验室 做技术员的 我们有这样的成功例子 当然另外呢 也可以申请Perm 别的呢 有的说 我是访问学者 或者是博士后 等等其他交流人员 我拿着这签证 我能不能申请啊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提交I140申请 从这签证到绿卡 可以参加我们其他的视频 你需要办这万豁免 才能最后拿到绿卡 但是在申请的时候 不是一定要有了豁免 才能申请 可以早申请 那么下面有的说 我文章引用数字不够多 是不是不能申请啊 那也不兼得 有的时候呢 申请NIW 并没有要求那么多的文章引用 自己在提交申请的时候 也没有做过审稿 当时应该只有三篇文章 引用数字也不多 有的人说 我没有审稿 那是不是就不能申请NIW啊 也不是这样的 EB1A需要审稿 EB1B和NIW 都没有要求申告 有的人说 那我现在H1B还没有批准 我还是在申请H1B期间 我是F1OPT啊 或者J签证啊 我申请绿卡 会不会影响我的H1B批准啊 不是这样的 也没有关系 关于具体呢 什么叫移民倾向 有了移民倾向会怎么样 可以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最后呢 有的人说 我现在还没有入职 我正在找工作啊 那么是不是不能开始绿卡申请啊 不是的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当然申请自主的 EB1A或者NIW 或者如果有雇主愿意配合 你即使没有入职 还也可以基于将来的工作 为你办理PORM绿卡的申请 最后呢 那么根据以上的这些建议 这些我们总体的一个总结嘛 对于目前即使已经有 或者在办EB1A DB1B PORM类别申请的人 我们也建议呢 你同时考虑办一个NIW申请 或者早申请排上位置 或者呢 有一个SafetyNet 对于你拿到绿卡有更多的保障作用 道理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其他的文章视频也讲得很详细 给自己看一下 如果还有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想强调的最后一点呢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从数字上就可以看到工作机会和收入等等 超过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欧洲国家 大部分欧洲国家 是吧 然后呢 日本等等 而且美国呢 是传统上的移民国家 对吧 大部分欧洲国家并不是 日本也并不是 总体来说呢 那我们看到移民美国还是有很多优势的 当然希望移民美国的人多 肯定有一个门槛 并不是那么容易 并不见得在传言说的那么难 说移民窗口关闭了 不是的 美国每年呢 还发放超过100万张绿卡 那么你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呢 当然要看自己的努力 根据自己的背景情况结合来讨论 总体来说 我们认为移民美国呢 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想呢 对吧 对大部分的 怎么说中青年申请人 是吧 应该考虑的呢 不是说国家福利怎么样 养老怎么样 我去了以后 是不是能够很悠闲的来休息 对吧 那大部分人呢 更多可能考虑到的 还是工作机会 事业发展 能不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移民美国 还是有很多吸引力的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早拿绿卡的策略 2019年3月 绿卡排期进度 如果有更多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展